信徒拿着香虔诚的敬拜 这间庙宇对于草屯镇北市里居民来说 是相当灵验又富有历史的永安宫 在地居民各个几乎都是从小拜到大 也是居民与农民闲暇时的聚会场所 因为我们这边是以农为主 务农的很多 当他们有空档的时间 就来这边看一看 双手虔诚的拜一拜的话 心里就是更觉得很踏实 坐在一起聊聊田里的 耕田的一些技巧性的 在这边交流 来促进感情 草屯镇北市里的永安宫 从清朝建立至今 经历过战乱的时代 所以对于地方是相当重要的信仰中心 本来在79年他有改建 改建这种目准 现在北西南英文章这个年轻轻 这就是文政主委 也是理订 文字与人的心思 他自己去摄影和地方属心的 大家配合 这样有 目前我们看起来这么浮航的成功 地方居民平时都会来烧香祈求平安 而庙内每尊神明各尊都有许多故事以及历史价值 我们地方的八世 刚才有什么事情 刚才有什么困难 都在这些历史 来拜托到我们的官员佛祖 跟到三天 所以说我们的佛祖很明显 要帮忙到我们的八世 解决到很多 心理上所所 刚才的困难 晚上都会跟到三天 这些庙院去得很大间 因为永安宫在地方已有上半年的历史 信徒大多州是以当地居民居多 一代传一代之下 更是成为乡亲们之间 才与放后休闲聊天 联系情感的地方 接着永胜草屯采访报道